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 我代表课程组所有老师对大家表示欢迎和感谢 智能控制导论是信息学科当中重要的一门专业课 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前沿学科 是自动控制学科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目前 智能控制的研究与应用已经深入到众多的领域当中 例如在航天 军事 工业 家电以及服务业当中 因此 学习智能控制课程对今后从事人工智能 数据处理 自动控制等应用和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 在课程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给出了四个代表本课程核心内容的项目案例 目的是为了培养同学们利用本课程学习的理论知识 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涉及到资料的查阅 提出解决问题 以及给出解决方案 编程实现 总结分析等内容 对同学们综合能力以及专专业素养具有较好的提升作用 希望同学们能够喜欢本课程 能够学有所获 学以致用 下面开始我们本课程的第一章内容 对智能控制导论做一个概述 属于序论部分 本节课当中 我们重点给同学们分析一下 智能控制的产生和发展 让同学们对本课程的背景有所了解 首先 我们来看这门课程在整个自动化课程体系当中 所处的位置和作用 我建议同学们都应该首先从宏观上去把握一门课程 知道这个课程在整个自动化学科当中的位置 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再来学习具体的课程内容 好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图 这是自动化专业当中最为常见的单闭环控制回路 这个回路是使用控制器实现自动化装置的最简方式 回路当中的四个模块 都是我们专业的一个应用或者研究的方向 因此围绕着四个模块 我们设置了不同的专业课 有的模块涉及到多个专业课 你比如说控制器 对控制器的学习分为了硬件和软件部分 硬件里面包含的课程有 单片积压 危机原理 可编程控制器 PLC FPG等等 控制器涉及到的软件 算法内的课程有自动控制原理 现代控制理论 还包括我们这门课程智能控制 检测模块主要是比如说自动检测技术与仪表这样的课程 背空对象里面涉及到的比方说系统辨识等等的课程 以及一些其他的课程都可以在这个闭环当中找到位置 那我们这门课程智能控制 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属于控制器部分的 也就是这里的作用是为了接收来自于传感器来的信号 然后通过某种策略 算法 计算等等这样的过程 向执行机构输出信号 进而实现背空对象的改变 使起能够按照人们所预想的方式运作 这就是控制器的作用 好的 那一说到控制器 同学们立刻就会联想到 我们之前学习过的PID控制 超前控制 置后矫正控制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经典或者现代控制理论当中 所学过的知识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控制理论的发展史 20世纪20年代 以布莱尔 奈归斯特 波德 在贝尔实验室的一系列工作当中 奠定了经典反馈控制理论基础 经典控制理论是对由微分方程 差分方程描述的动力学系统进行控制的理论和方法 也就是说经典控制是建立在传递函数基础之上的 在建立了传函之后才进行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静态特性 动态特性分析 我们学过了很多种的分析方法 一旦发现分析的结果不满足要求的话 那么就要进行系统的矫正或者说控制 现代控制理论是以状态空间方程为基础的 实现由机理建模向统计建模的转变 但后续分析和控制的基础都是要对被控对象的建模为前提的 同学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建立不起来 或者很难用一个精确的数学模型函数来描述的话 该怎么办呢 那传统控制理论当中所学到的方法就不再凑效 被控对象的建模在很多时候成为自动化发展的瓶颈 比如说在工业现场当中存在着延迟滞后的系统 或者是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的过程系统 就很难通过机理建模的方法得到其数学模型 所以传统控制在实际应用当中遇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实际系统由于存在复杂性 非线性 实变性 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 无法获取精确的数学模型 第二 某些复杂和包含不确定性的控制过程 无法用传统的数学模型来描述 也就是无法解决建模的问题 第三 针对实际系统 往往需要进行一些比较苛刻的线性化假设 而这些假设往往是与实际系统不符合的 第四点 实际控制任务复杂 而传统的控制任务要求比较低 对复杂的控制任务 你比如说智能机器人控制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社会经济管理系统来说就无能为力 于是人们就开始探索控制理论新的思路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避开对背控对象的建模 还可以实现有效的控制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人们开始思考自然界里的一些现象 比如拿人来做例子 我们在学车的时候 能够通过经验和目测 把车稳稳的停进车库里面 那这个过程当中 显然是没有建立什么数学模型的 对吧 再比如说 转楼炼钢工人能够通过目测 火焰的特征 以实现对于转楼终点的有效控制 除此之外 在我们的自然界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鸟群 异群等通过团体合作的方式 实现觅食搬运等等这样的任务 他们也没有经历数学建模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结果却是行之有效的 于是人们就开始考虑说 是否可以用计算机把自然界的这种智能现象 再现出来 从而服务于我们自动控制任务 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这门课程正式要完成这样的工作 就是要通过抽象自然界当中 智能现象的特征 模型 并且结合控制任务 编程实现这样一个过程 从而实现 避开对象数学模型的建立 还能够达到有效控制这样的一个目的 智能控制是控制理论发展的高级阶段 它主要用来解决那些用传统控制方法 难以解决的复杂系统的控制问题 智能控制研究对象具备以下的一些特点 首先第一条 不确定性的模型 智能控制适合于不确定性对象的控制 它的不确定性包含有两个意思 第一是模型未知或者是知之甚少 第二点是模型的结构和参数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变化 第二高度非线性的模型 采用智能控制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非线性系统的控制问题 第三复杂的控制要求 例如智能机器人要求控制系统对一个复杂的任务 具有自行规划和决策的能力 有自动避开障碍物 运动到它所期望的位置这样的一个能力 再比如说在复杂的工业过程控制系统当中 除了要求对各备控量实现定值调节以外 还要求实现整个系统的自动启停 还有故障的自动诊断 以及紧急情况下的自动处理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 智能控制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 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 萌芽期大概在1960年到1970年 20世纪60年代初期 FW Smith首先采用性能模式识别 来学习最优控制方法 试图用模式识别技术来解决复杂系统的控制问题 1965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扎德教授 提出了模糊集合理论 为本门课程当中的模糊控制部分奠定了数学基础 普渡大学的福敬孙教授 提出了将人工智能当中的直觉推理方法 用于学习控制系统当中 等等这些的实例都标志着智能控制的思想 已经开始萌芽 1970年到1980年是智能控制的形成时期 在这个时期当中 傅京孙等人正式提出了智能控制 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控制理论的交叉 并在反应对城市交通的控制当中 成功地应用了智能控制系统 1974年 英国伦敦大学 玛丽皇后分校的 曼德尼教授 把模糊理论用于控制领域 并将模糊推理应用于蒸汽机的自动运转当中 我们在学习模糊控制的时候 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曼德尼推理 进入20世纪80年代 专家系统技术的逐渐成熟 和神经网络研究的重大突破 使得智能控制的研究和应用 领域逐渐扩大 智能控制的研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1982年 Fox等人完成了加工车间调度的专家系统 1983年 Seredis把智能控制用于机器人的控制 1985年 IEEE在纽约召开了第一届全球智能控制学术研讨会 标志着智能控制作为一个学科分支 正式的被学术界所接受 1987年 在费城举行了国际智能控制会议 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全球智能控制的研讨会 形成了智能控制的研究热潮 1990年之后 智能控制的研究势头异常的迅猛 智能控制进入到了应用阶段 其应用领域也从工业过程 扩展到了军事航天等高科技领域 相继出现了 比方说石油价格预测专家系统 勘测地下水专家系统 以及各种故障诊断专家系统 并且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智能控制在我们国家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中国自动化学会 于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 第一届全球华人智能控制与智能自动化大会 1995年在天津召开了 智能自动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即首届中国智能自动化学术大会 智能控制在今天越来越体现出了 起更大的优越性 在智能终端交互式设备 智能设备当中发挥着越来越出色的作用 好了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本课程的一些背景知识 以及智能控制的发展史 同学们在课后可以查阅更多的资料 了解智能控制在当今社会当中 一些典型的应用案例 加强同学们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以上就是本次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